武夷山脉上的岭阳关,始建于南宋,海拔一千余米,是福建通向北方的重要关矮,有八米咽喉之城。 岭阳关是武夷山八大古关矮中,现存规模最大,保存最完整的古关矮和古易道。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遗存,武夷山的茶也曾从这里走向世界。 2019年,武夷山敏干古易道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年月五旬的雀东河是福建省武夷山市兰古乡岭阳村的村民,义务守护武夷山敏干古易道二十多年。 7月11日,中兴设计者来到武夷山市兰古乡约访了这位深山守官人。 群山环抱的兰古乡岭阳村风景秀丽。 早年,雀东河在外营生,他十分看好家乡的生态资源优势。 二十多年前,他回到岭阳村,承包古茶园,建起茶厂。 夏日的武夷山脉,天气说变就变。 下午两点,忙完了厂里的事,雀东河准备抓紧巡山。 刚刚茶厂的活,我们现在开始去巡山了。 巡山呢,我们必备的,基本上拉个柴刀,跟锄头。 巡山了,各山差五啊,都来看一看。 比如看到有没有什么踏方啊,有些那个树啊。 风吹雨淋会倒下来,或者一些石块落在路上啊,要紧一紧。 我们山上的一些路被一些动物啊,什么野猪啊,什么踩了,踏了。 它也会形成一种小的踏踏,就是巡视整理一下。 一个人,一辆车,雀东河沿着崎岖的山路靖山。 这条靖山小道是几十年前开辟的林业公路,路面用碎石铺就,十分颠簸。 这些年,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,雀东河自筹资金,不断修缮。 二十余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临近爱口的丘陵。 我们今天要巡护着,就是这一段,差不多两个公里的敏钢古一道,我们就到目的地了。 后续就是步行巡山,好。 这是我们望里茶道的重要遗存。 就是这古道两边啊,这些茶树啊,你看都是类似野生的,从那石缝里面自己长出来。 从这个我们停车的那个公盆,走到山顶的话,一般需要四十分钟。 来回呢,包括把路途啊,稍微的整理一下,基本上是一个半小时。 雀东河告诉记者,古一道的两旁有一千余亩的古茶园,在茶园养护中,他不用除草剂,以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。 进入夏季,山上的草长得很快,雀东河也加大了巡山的频次。 虽然每次我就看着这个茶园啊,我这心里特别的踏实。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啊,非常有意义。 这生物多样性多丰富,植物的种类非常多,其实动物的种类也非常多。 用鹅卵石与条石铺就的一道,以山式蜿蜒。 多年来,雀东河行走期间,及时清除杂草,归安落实,出现异常,立刻报告。 同时,雀东河还主动承担起古一道导游员、宣传员、推荐员的职责,义务向游人讲解古一道文化。 从小就在这条古一道上行走,我也有责任把这个古一道守护好,整理好, 这条古一道的一些历史资料,让更多的人了解它。 所以我自己啊,我是乐此不彼的,在这条古道上行走。 今年六月,雀东河获平为福建省最美文物守护人。 他希望继续当好守官人,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,保护好,并活化利用好, 让更多人了解武夷山的历史和文化。 中华文明的长城应该就是靠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嘛。 我们不仅仅要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这段历史,这段文明。 我想我们更有义务去让文物保护的这个队伍啊,不断地壮大起来。 就与我而言,那么肯定要继续地把这个工作做下去, 把文物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做得更好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